我們還要忍期待 5月14日星期一晚上的的士判官 今天有岳鱼和榮譽顧問林狗一起做節目 屍體也是在公司裏面的 但今集就是錄影了 因為我中氣不太行 因為我的氣管 天氣問題上呼吸度很錯 因為今天要早點錄影 因為要回家看醫生和吃藥 幸好多得我的網友請我吃新會老陳明的冰糖燉檸檬 我剛才筆了一斤 一陣子一陣子 希望能夠開聲再做到節目 屍體在旁邊錄影室正在錄《啤梨晚報》 我真的等不到他 我怕我隨時受不了 今天就找狗哥來幫忙頂一頂事 OK 我們今天也有很多事要說 很多事要說 在說之前就先買個告白 這盒東西就說 狗哥你有時候交更或未找到食物 在車上很餓 餓的胃度很不好 等一下就幫MHK室多買一盒自家製的谷旗賓 放在車上 內容不中 有空地拍兩塊 保持血量 因為不夠能力 開車頭暈身也不太好 還有胃 沒錯 有些是浪浪的胃 別太多胃酸 最嚴重的是的士司機 最多的問題就是職業病就是胃病 又不捨得吃飯 不是不捨得花錢吃飯 而是那段時間 譬如做的 那一輩子順 今天都有很多事情講 講之前的士司機最喜歡呼籲 即是說 狗哥好大 現在回去找老婆 嫂子找你 麻煩你聽到訊息 快點叫我家 不知道什麼車有沒有收到 看到一個Mandarine的袋 或者煲袋 即是多少錢 即是如果大家收到訊息 就叫我上歌台 其實我們今天也有一點呼籲 希望透過我們的網絡電視 以及我們的的士司司機的節目 我們也知道很多的士司機都有看我們的節目 我們就在這裡做一個呼籲 讓狗哥給你呼籲一下 因為我收到一個消息 就是港聯豪華的士電台的那個老闆 黃先生 我們就叫他是文仔的 是一個很好的先生來的 很好的的士從業 聽到他親手幫你們看機的嘛 我去安裝的時候 我一手進去搞我自己的車 他就幫我安裝的 他也很有耐性解答我的問題 因為他家裡發生了一些事故 非常之不開心 令到他的精神 很大的壓力 心情好不好 但是我想跟你說 文仔 有什麼事呢 其實很多朋友 甚至乎我們的士的業界 都會支持你的 有些事你就要想得放開一點點 還有最主要是 你還有幾位小朋友 永遠都是Eyes on tomorrow 希望你為那幾個小朋友 你是一個父親 我也明白你失去了兩位子親的痛苦 但是希望你要想想那幾個小朋友 絕對不想連爸爸也沒有了 希望你鎮作起來 而其他的士的業界朋友 或者所有可以這樣說 呼籲全香港的朋友 看到一個 港聯豪華的士 黃先生 如果他現在看到 或者朋友有他的消息 希望你們聯絡 大石街 基哥 或者打上來MHK 39558673 你可以找岳如 就是知道 港聯豪華的黃先生的下落 聽基哥說 或者九哥說 他的Call台那群手足 仍然是很緊守崗位 是的 我值得一讚就是那幾位台者 幾個月沒有出糧了 但是現在都要等他認識制那一刻 仍然這一分鐘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認識的 都繼續在這裡工作 講清楚一點 大家不要以為幾個月出糧 就是這間公司財政出現問題 其實不是的 其實沒關係的 其實他有很多錢收 高者基哥 現在等著拿錢給你 是的 拿了票 但是最差的是沒有人出單 如果他真的有另外一個有權是出單的 其實他的台一樣 絕對可以繼續運作 沒有錯 跟經濟是絕對無關的 沒有搞錯 是的 所以就在這裡呼籲 所有的士業界 或者熟悉港聯豪華的黃先生 文仔的朋友 親戚 如果看到我們的節目 盡快跟大石階的基哥聯絡 報告文仔的下落 希望報平安 也希望可以找到他出來 開解一下他 讓他早點從拾正軌 在生活上開始 始終都是人生 要挨上將來 因為他還很年輕 很年輕生 是的 是的 我們也在這裡有一點東西跟你分享 你也知道我們有另一個新的節目 叫做《歷史血河》 很多人看的 是的 這個很快就做了王牌節目了 我猜有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我們發覺很多的士司機 原來是歷史血河的粉絲 這麼有趣 是啊 坐車的時候遇過幾次 也有的士司機看我們的節目 我說看什麼 即使你有沒有聽過 聽過一下 但有沒有看 都會留意留意的 大家明白了 但現在在看他看波Sir的歷史血河 和謝里 我覺得很奇怪 為甚麼 即使司機這麼喜歡看歷史血河 是不是乃至於 他們其實之前是歷史系的畢業生 可能他們真的讀很多書 然後跟著自投身的腺越界 你有沒有打開這樣說 這樣證明他們都讀得書 讀書多的 其實這樣 不要說讀哪科 至少我覺得 都會有讀書 讀書人 對不對 我猜不到原來的士越界 乃至於歷史血河是他們的濕頭號 可能他們真的有一些年紀 是不是應該要做一個調查 看看他們的年齡層在哪裏 對不對 很開心的 我們也會和九哥合作 我們有一些你責任的車 我們也會把一些的士判官的貼紙 希望可以貼在車內 是啊 做一些宣傳 還有我當然有阿樂宇 每個人都說 我們有的士路有沒有在數 是的 的士路當然有在數 如果你訂閱我們的節目 你找我或者大石加日基哥聯絡 我們可以收齊你們的名字 我們就給你們一個節 這麼好 這個就希望大家支持我們的節目 你都明白了 的士本軍的節目 其實也是幫業界發聲 業界一些契弟 我們把他們出來吵 當然要 有些欺客 我們把他們出來吵 我這個更加要 沒錯 我們把業界某一些問題 也攤開出來說 是的 好像我們今天第三節 就是講一些嚴重的問題 這個就是我在Facebook或者很多渠道收集一些意見 每個人都是拍手掌的 一定要說 一定要說 當然不可以給某些公司 或者社團 Number 你這樣壟斷一些的站頭 就真的很不行 其實現在在說這個世界 就是一直都是反壟斷的 在說這個事情 竟然是你倒行逆施的 倒行逆施的 知青一社會會會員 這件事情 第三節我們要招待你 在第一節裏面 當然就有一個 暗糾的事套 近期一個暗糾的事套 暗糾的事套 其實我也很欣敬他 因為他暗糾了 他肯定身而出 將他暗糾的事件 引之於勢 即他又不害羞 這裏就要加掌一下他 沒錯 因為在他被人困之前 其實也有很多暗糾的事套 被人困了 不過那些是閃不出聲 他還要不打格子正面 才開始我們這麼夠僵 是啊 他肯定身而出 承認他被人困了 也希望有齊 即是業界裏面 不要再被契弟 因為是騙子 困他 好吧 給大家一條足本版的 騙案 那條片給大家看 好啊 你看看 你是不是開夜班啊 是 OK 送水你信不信 是 OK 上上哪裏 火車站 接阿尼陀河到航漢便宜館 甚麼 接阿尼陀河 現在嗎 是啊 現在去航漢 不是啊 他送水接 哦 行行行 我走快一條路好嗎 行一條 喂喂喂 師傅啊 是 我夠十幾點鐘 給一千三萬人民幣你了 當然人家做好事了 怎樣 即是包到今晚十幾點鐘 給一千三百萬人民幣你 好 明白嗎 人家死了媽媽就大陸 請阿尼陀來打架 好 好 即是給多些你 好 隨便會幾多年就算了 好 老闆 是 我給多少錢給多二百元 回到沙田我拿到聖經 阿尼陀的聖經 師傅放到沙田 現在先去沙田 是啊 我給多二百元 回到沙田拿到聖經 給多二百元 回到二百元 回到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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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沙田在哪裏 在沙田街市那裏 哦 沙田街市 沙田街市 那個聖經 昨晚死 哦 打奴打架 那些聖經 快到沙田師傅 我不明白 你為什麼會給我人民幣 人民幣 你要 當然要 阿尼陀 我都帶人民幣 來 哦 什麼 帶公子 我都沒有公子 你不要人民幣 要要要要 打換 打換 你現在可不可以給我先 讓我開心一下 我不會走的 你放心 你瘋了 你瘋了 你崇水給你吧 好 不要緊 你害怕我走出去嗎 不是 我現在沒有 即是你們帶了人民幣給你的 哦 人家跟香港人拿 哦 明白嗎 現在跟我拿到什麼 我想開心一下 先數一下 哎唷 二十多個崇水 你們數一隻給你 好 我再三成就不給你了 明白嗎 明白 我沒有人民幣 明白嗎 好 那些沙田 沙田給你 我說 做什麼呢 行了 我做這些沙田錢 給你花好 任何 好啊 我上去二樓 拿去聖經走 就對面 是啊 上去拿去聖經走 昨晚人家做了一秒打劑 嗯 三條麵 你做第二期啊 第二期啊 這裡二期三期 嗯 這個不會等我 紅色的等我 在這裡等你 等我 OK OK 好快 一頭一頭 快點 快點 好 喂 有沒有散字啊 什麼散字 20元 等我給我大人民幣給你 我20元 我包紅包 要多少 多少 千萬 多少信給我 等你給我人民幣給你 100 不止 不夠 難道這千萬 多少 多少 200沒有 沒有 沒有100元兩宗 100元兩宗等你分500元 三宗 我都說 借回兩張 借多兩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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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炒 我不會炒啊 喂 喂 喂 我做太多的 來吧 字幕提供1300 時間時間是5月3日下午14分鐘 應該是16分鐘 即是4點多 接近是40多分 好像是如此 九哥很明顯 如果他4點多接了這支旗 他又肯做 應該是剛剛開 夜間 其實如果4點多踩到11點包車 1300人民幣 我不知道 我先看我的看法 你覺得不對 你可以糾正 1300人民幣 計算港幣計算 大概1500左右 1500晚上下午4點多踩到11點 即是7人8個小時 是7個多小時 1500 七個多小時踩到嗎 1500 七個小時 如果普通一般滾街來說 那就真的有點難度 看哪天 五月三日是星期幾 五月三日五日勞動節是星期二 五月三日是星期四 星期四那就真的比較難 星期五六晚就有機會 但是如果那天走一路 其實如果一般跑街 正正當當 在街上滾街 就真的挺難的 可以這麼說 但是你自己覺得 如果張森美記 有這麼多即時司機落搭 其實原因是為什麼呢 當然難是大家都明白 我溫這檔也很難 繼續溫下去 不難也不肯做 二日不到你做 當然 那好吧 1300元 即是1500元左右 其實我當你打個七折八折 不用被人騙 如果由八個小時踩到900元 甚至1000元 其實有沒有那個難度 這樣說 為什麼呢 為當多幾個錢就這樣給人 我們經常說 希望我真的先代了錢 肯定先有這個收入 他在街上滾 首先是不知道 還有要辛辛苦苦 他現在好像這樣做過 有人包你車 我只是服侍這個老闆 容易做很多 舒服很多 可能他就是那個騙徒 也不是說真的特別多 如果我給三千元人民幣 你就知道找問辭 對了 他剛剛抓到這個心理的騙徒 我覺得他應該誤會第一次 這次只不過是這個司機 他就不怕臉皮口 扔出來 其實你剛才聽到他說 他等了差不多40分鐘 17分鐘等了45分鐘 他當中說 我又給省紙來 20元啊 你不停在說 你以為我騙你嗎 然後拿兩張100元可以嗎 然後拿一張 第四、第五張的時候 聽到好像已經是搶他 最後還有一個專訪 他自己挺身而出港 最後那一刻已經搶了他 好像兩張100元 明白 九哥我想問你 你有沒有遇過類似的問題 你的行家有沒有遇過類似的問題 我自己呢 真的很幸運 遇過的 但我沒有損失 所以那個明星我沒有這麼多 為什麼打他走呢 那一次呢 我記得好像在九龍城 去雞寮 是 很近的 那時候也有七十多元 那時候也是 大水時間 繁忙時間 因為塞車子 那兩個就貌似 真的像老童 老實說 看樣子也知道了 真的不多 那時候已經害怕 哎呀 有沒有車子 他說去找朋友 去雞寮 然後去到雞寮 那時候 就說打給朋友 那個朋友呢 我聽到 下來下來下來 真的不肯下來 我已經覺得 好像有點麻煩 然後他竟然 那個 阿姐 跟我說 喂 司機呀 有沒有一百元 拿出來 我去買些東西 你放心 我們在這裡等 我們會想回來的 我們會想回來的 這樣一會連車資給你 那我說 蛤 不是沒有什麼規矩 是啊 我說 阿姐 你標頭先找吧 不要說那麼多 是 我說大哥 我開工 我沒有給錢給你 你要明白 我做的士 是你給錢給我 絕對 這是絕對絕對的 所以我勸大家師兄 這件事 你真的要緊守 因為我們是服務 你現在的標頭正在走 是要他給錢 不可能我們拿錢出來給他的 沒錯 我覺得這件事是神經的 匪尼所思 中招那個人都是按鈎的 其實真的 他年紀不是很小 你的江湖月曆都是 你都見過了 他不是入行那麼久 我當 我當 但起碼 你做人 做了這麼多年 沒錯 其實老實說 你問我借港幣 你只有人民幣 沒有問題 你給我人民幣 你給我 你給我500元 或者給我4塊人民幣 我給我500元港幣 我也沒有 還有其他事情 我都勸誡所有的即使司機 如果有些人是給你人民幣 你要看清楚 因為人民幣是假很多的 是啊 要很小心的 我試過有一次 我講一個親身經歷給你看 騙徒真是神出不窮 我愚愚那時候 上大陸 甚至不妨在羅湖關口 乘車很近 我不知道客人在哪裡 那些黑牌車 你接我 他們兜了我一邊 其實那個人民幣那一輛車 大概是40多元左右 嘩 那些很恐怖 是啊 我也不知道自己這麼大膽 那一輛車 還在旁邊兩邊 黑車子 哦 就是搞事都沒有人看到 沒有人看到 然後黑蚊蚊的時候 我就給他錢 給他100元人民幣 他一摸一張人民幣 他就說這張人民幣是假的 然後拿了一張來 如是者 三張第四張 第四張我知出了事 你明白嗎 我明白 我就給他換了幾張 我說我沒有錢了 我也聽過 但是我拿回人民幣回來 已經是假的 即是他的衣服收了 是假的 其實他已經換了一張給你 所以人民幣是很多的危險 是很容易的 我們也很害怕的 千萬不要收人民幣 你告訴他 香港沒有一國一制 香港是一國兩制 而香港的流通貨幣 永遠只有港幣 你不能有港幣 因為時空司機的時間就是這樣前 他就會覺得算了 如果不是那麼多 還有你要說是一對一 即是有些大陸客人 你還要跟我計算 我慢慢跟你拿著計算機來賭嗎 大哥 剛剛先 沒有找錯 你一對一 即是有時候我們是對七 極其量都是對7.5 還有你們千萬不要笨疾 說多一句 我上大陸做生意的時候 有些大陸客人教我 叫老虎丹 你知道什麼叫老虎丹 你也是接他一次的 你怕他回頭找你嗎 好像剛才那個師兄 我記得他做過專訪 就說我怕得失一下 我得你老母 一和過而已 流水客 沒有人錯 老虎丹是一次過 你得罪一下 趕緊調回來 他不忘記得罪你 對 對 你沒有在香港 不是可能坐車 尤其是大金啞 你說幾十元他給人民幣 很霉霉的 你可能真的要計算 成本的 但是他多錢的 我就真的建議大家 不怕 其實也不好 九哥 真的不要忍受 還要拿去換 你要這樣說 那他們就時間上 可能是三幾十 但如果你多的 你真的要找警察來幫幫忙 至少抄下他們的資料 大家有跟有強 雖然警察也不會幫你追 至少看看他會不會馬上變臉 哎呀不是呀 我有講字 這樣 這件事真的不要吃虧 他們立心行騙你 就很難搞 不过 heaven said that 剛才那傢伙 先播他的照片出來 看看你的傢伙 這傢伙 究竟是不是大陸躲得成問題 好老實說 他真是乾身腳又似 真是 做一些 麻麻煩煩在街上四處走 那個樣子 哎呀 你老了 眼袋 兩個人大 但是年紀都不小了 年紀都不小了 回來 大家認住這個騙徒 騙徒手法神出不窮 但其實 要騙你 奈何都是兩件事 貪心 貪懶 這兩件事 你不想鞋子那麼多 就把錢放在袋上 就能賺錢 用大壓的錢來騙你 其實這些也是這樣 你做的那些 模特兒公司就是這樣 就要銀錢 我來做事啊 大哥 我怎會先把錢給你 這樣簡單 其實都是很像一樣的 真的很簡單 不過你阿叔做不到模特兒 做的士路 就對了 太陽底下無紳士 老鎮亭底下 特別多老鎮 就是這樣 教育都不想 你要被人賺錢 我也是幫你們 希望大家看了MHK的節目之後 大家的智商會高一點 好 第二節 我們會有一個外景的訪問 多虧狗 狗狗 狗狗真的很有心 狗狗是樂園 不是辦法的 你們的節目 真是吸引馬路 怎麼辦 可以吸引女性觀眾 我也很贊同女權 那方面的事情 雖然金谷妙韻歲月晴逢 星期四晚九點半 的佐登興 即是說 你不用這麼大外包 不要這麼阻礙 你不太阻礙 但有女人 當然沒有女人好 我們在第二節回來 我們訪問了一個青春少爺 搭得杯落 絕對 絕對 今天還穿得很性感 搞得我們很硬 搞得我們很硬 沒錯 正經的看著鏡頭 不敢不斷 是的 我們訪問了一個 香港差不多是五隻手指 有得抓 應該是 應該是 女性的站頭管理人 好像我們之前訪問過大世界的基哥 女性 不過她是女人 她管理偏間 的士司機 的偏間表 收租 各方面的事情 你想想 嬌滴滴 貌美如花的女子 她竟然跟一班 狗哥這些粗豪大漢 你知道過的士司機 有些是兇神惡殺 是的 有些是標形大漢 其實就是在街上找人 怎麼都大聲一點 說話就這麼簡單 沒錯 Hello Hi Hello How are you today 為什麼女性會做到這一個公種 很有趣 在第二節跟大家探討一下 我們休息EEO 回來第二節的即使判官 感谢观看